如果我玩亚瑟的时候,能像他一样,三两秒就是一个人,一下普通攻击就能顺杀百分之百,随随便便就能冲上敌人的高地,那么这样的话,KPR赛场上应该有我一席之地吧。 诶,这时候我在刷视频的时候,就看到了这一套出装和名玩,一看就把我给惊呆了,原视频的博主说,这套出装和名玩不但有45%的冷却缩减,还能够让亚瑟的攻击力最大,我一听这话,我瞬间就不淡定了,要知道我是一名钟爱亚瑟的玩家呀,一动的心,颤抖的手,我就设置好了出装和名玩,赶紧来试一试,这边我就来到了线上。 前期对面的上单狂铁带来个辅助,他玩不起吧,明显的玩不起,上单哪有带辅助的,想二打一攻击我的亚瑟,怎么可能呢,我们先把这个兵线堵住升到二级再说,此时亚瑟过来,我们已经有了反打的能力,这时候对面的辅助又跑了过来,果然是玩不起呀,眼看就要打不过,回头吃个雪包,等待雪包补完血量,开启旋转盾牌,回头那又是一个冲锋,赶杀已经准备好一个磁流,瞬间, 尖双杀,就是这么的简单啦,兄弟们,审时夺势,见机行事,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儿了,麻烦点个关注点个赞吧,话说这边我又碰见了一只残血的狂铁,开着一技能我就被这个老图驴套了个圈,瞬间我就跑不动了,但是我还是一个大概帽把狂铁给弄死了,这时候大灰机还有图驴都在我的旁边,我赶紧跑掉,等待一技能的恢复 一个大笔的,我就打在大灰机的脸上了,盖起旋转的盾牌,一个斩杀弄死他,无人能挡,这时候老图驴又给我画了个圈,一个闪现还想跑,我又是一巴掌,知乎他的脸庞,想回他,一个斩杀弄死,虽然这一波我们死了,但是这一波我们虽败有容,嘎了三个人, 等我们再一次回到上路的时候,对面的狂铁已经不知道去哪去了,只好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推理着兵线,这时候狂铁踮着他的大锤就来过来砸我,我先是给他来一个欲擒故障,最后一个大笔头就摁到他的脸上,想回他,直接大招把他摁倒,这时候他是残血,我开着一技能直接入塔,谁知道他开了一个大招,我的天哪,让我有点始料未及啊兄弟们,不过我的人头终究是我的,看我如何拿下来, 这边我们回到草丛之内,等待一技能的恢复,先开启旋转的盾牌,随后一技能重逢,直接打比斗,一个斩杀击败他,爽歪歪,这个狂铁主要就败在一个瘫子,他不瘫这波兵线根本就不会死嘛,虽然上路的我很强,但是下路已经崩了,我发的射手已经掉线,我只好开着旋转的盾牌,只堆对面的射手来到了下路,先把对面的射手给打打了,一截我发射手的燃眉之急,这时候打南边, 又来了一只老徒驴,我说你是真贱的,哪凉快哪呆着去吧,直接三连决胜,我的天哪,时间来到十分钟,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还在对面的野局溜达,没办法,对面的野怪实在是太行了,这时候对面的人员已经在下路集结,我又看见了老徒驴,当即我就一巴掌拍了上去,一个大概帽直接把他弄死, 这时候大飞机也在旁边帮忙,我当时一个旋转的盾牌,把对面的队友全挂到了,对面的人员都来了,我本来想走的,但是一想,我是亚瑟耶,有脆皮先把对面的脆皮给擀了,再开启旋转的盾牌,一个大概吧,我能把他们全给反杀了, 这一波五连绝世,我的天哪,天下无敌,十三分钟,我来到了十五级,我一看我都十五级了,并且神装了,之前我都能武杀,更何况现在呢,我拿着一把刀刀,我就重复进了敌方的团战阵营当中,一看,情势有点不对劲,兄弟们,当时我没有犹豫啊,说时时那时快,我赶紧动动我的小手指,这一技能跑了,实则没跑,我是迂回到了对面人员的后方,把对面的射手, 一个大概吧就噶了,打完之后,我赶紧按出一技能,甩出方向键,那就是一个迂回过来,啥也别说了,这套橱窗真的挺厉害的